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逐渐回升 但是注意哦,到了周二开始就要变天了 气象鼠表示,今年首播大陆冷气团将会在周三报道 根据气象推广基金会专栏指出 特别要注意的是周四到周六的时候 清晨和夜间,冷空气再加上墙辐射冷却加成的影响 本岛平地将会下滩10度左右 气象专家林登恩也预测 周六也就是30号,第二波冷气团紧接着要来了 请请民众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 湿冷了好几天,阳光终于露脸 气象鼠表示,24号白天到25号 东北季风稍减弱,温度逐渐回升 不过短暂的好天气在26号即将有变化 周二开始,天气将会有一个明显的转变 这一天,风面通过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因此温度也会逐渐的开始下降 2627这个温度下降幅度非常大 北部东北部地区可能跟现在来比的话 温度可能会下降8到10度左右 根据气象推广基金会专栏指出 透过最新模式模拟显示 在周四到周六冷空气及强辐射冷却加成 清晨及夜间奔倒部分平地将下碳10度左右的最低气温 台北侧站也将降到14度以下 将成为首波大陆冷气团 今年第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即将报道 气象专家林德恩也预测 第二波冷气团紧接南下 预估周六清晨开始接力 有机会延续到12月初 温度偏低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段时间 民众得把握这几天的好天气 保暖衣物也别收得太快 这里陈琳甘二地台北报道